好,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测试技术啊 这个测试技术呢,这个专题最早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在波斯坦大学给他们的学生开始讲的,讲的英文课程 当时还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三个多小时的,三个多小时的专题 但是呢,逐步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就相关于一门课了 这个测试技术呢,现在发展的非常快,而且各方面的应用也很多 逐渐逐渐的成为了科研以及医疗的一个标配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理由不去学习,并且呢,由于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越来越,应用是越来越广泛 与大家的生活是越来越密切 因此呢,我们这个专题,逐渐逐渐就衍生为 一个会长达半个学期的,这么一个,这样一段 这样一段课程 那现在呢,已经是,因为每年这个课程都会 每年这个课程都会改版啊,我们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往年的上课的视频,在优酷的这个资源上面都有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但是每年呢,我们都会根据最新的这个发展 去增补一些新的东西,更改一些以往的,以往呢,改变的东西 有些东西呢,是,我们必须对于俱进,对吧 不能说,一个,照着一个教材,一几十年就上来说 好,由于这个,这个专题最开始是,就是在 俄国,对于,对他们研究生开始讲的 所以呢,大部分的PT是英文的,不过我相信大家的英文水平 也没什么问题啊,所以,所以我们也就照这样讲来去了 OK 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核酸,它主要有四个 四种剪辑构成,ETGC 那么,当然了,在RNA里面,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U的问题 然后,剪辑也会发生这种样的求食 那么,总的来讲 生命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这个,核酸来决定的 因为,虽然蛋白质是实际,就是生物学功能实际的执行者 但是,蛋白质都是由核酸编码,对吧 因此呢,我们要想 深入地去了解生命 那么,就 必须对这些核酸进行研究 那么,对核酸的研究 最重要的就是,把它的序列搞清楚 把它的序列搞清楚呢 也是我们生物信息学 所 必须 就是,应该说是生物信息学的基础 你看这个序列比对,对吧 我们之前学了很多的区培序列比对 那么,你没有序列哪来的比对 也可以说,没有测序技术 也就没有现代的生物信息学 也就没有现代的生物技术 好了 那么,测序技术 最少1977年 桑格尔发明的这个双脱氧中止法 是吧,这个大家很熟悉 在生化和分子生物学课上都是学过的 参入一定量的双脱氧的核酸 在四万反应里面 分别加入四种 那么,这也是 放出你标记的 那么,它会随机的参入 参入这个 这个解决的合成 以模板为 以模板为基础的解决的合成 然后随机会中止在这些地方 然后呢,好一块胶 放出这些影之后 大家可以读出这个 我们代色区域的互补区域 那么,这是一块真实的 这个放出这些影的程序胶 那么 三个儿呢 因此也获得了 八名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方法 它是要有放射性的 那么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在放射性 实验室里面工作过 我在德国马普的放射性实验室里面工作了两年半 那是一个比较恐怖的地方 我两年半里面没有见过一个德国人进去过 因为确实是会有很多的风险 确实会有很多的风险 所以 我们都不希望去操作这个放射性的东西 那么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放射性的标记改成了荧光标记 而且呢,由于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荧光 来标记四种点击 因此呢,我们可以把四管 反映合成一管,然后跑个胶 然后,经过扫描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析得到这个序列 那么这是 一个早期的 这个 利用这个 螢光双氢氧中之法 这个测序底所跑出来的这个胶的图像的扫描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 那么这个原理呢,大家应该都学过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直接跳过去了 好,那么 那么,跑胶 应该大家 现在这个年代应该是没有自己跑过这种测序教的 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话,有的时候测序教是得自己跑 然后自己去判读的 现在大家都是送到公司里面去 测完了之后就回来 回来一些这个这个数据 那么 顺着这个胶的这个涌道 扫上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 也就是现在大家送到公司里面去 然后最后拿回来的 这样的结果 测序结果就是一样的风图的形式 来展现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进一步的自动化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自动化 就是 毛器管电容测序仪 我们刚才说是跑一个胶 对不对 那么如果把这个胶灌在一个毛器管里面 交换在一个毛器管里面 在这个基板和这个池子里面 这个 加一个电压 于是电厂就会在这个 毛器管里面建立起来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在一个平板上的跑胶 转化到了一个 在这个毛器管里面跑 然后从而去测地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检测器的正面就在这个地方 可以每一根 毛器管的 荧光信号进行 进行检测 于是就可以自动 一次性自动得到几十到几百条 这个序列了 那么这个呢 是 3730 也是 目前来讲就是 一代测序里面 测序能力最强的 一种测序仪 它可以一次测定 384个序列 就是一个384红板 每一板上面是一个 是一个设计管理 那么 现在呢 它 每一条序列 它可以连续 输出800到1500 看起来这个 这个量也不少了 如果这个机器 3830XL这个机器 日夜不停地运转的话呢 它大概每天能够测到 1到8张点击 那么用这样的测序仪呢 人们 开始大规模地去测序 各种生物的 基因组 那么 圆核的我们就不用说 圆核的因为比较简单 那么从 对真核生物基因组的测序 96年完成了第一个 真核生物的全基因组测序 是量子酵母 12.5兆的基因组 98年完成了第一个 多细胞 真核生物的基因组设定 是优雅线虫 97兆的基因组 2000年完成了第一个 植物的全基因组设定 157兆 到了2003年 终于测定了 这个终于测定了 人的全基因组 三区 那么看起来 这个毛细管测序 这些都是毛细管测序的节奏 看起来毛细管测序已经够强大了 人的基因组都能测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考虑代价的 因为说白一点 测序是要挖钱的 那么 为了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 从90年 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出来 一直到2003年 真正的第一个人基因组的序流测完 花了13年的时间 六个国家的科学家 总共花费了30亿美元 才最终完成了第一个人基因组计计 那么这个是 当年的 这个 就是美国NHGRI 它是 在美国负责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这么一个单位 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个实验台上面 他们的实验台上面 堆积如山的这个三八十公马 每一个板子上面都是484个孔 每个孔里面 会出一个去 你看看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他们内景的一个照片 当中 测定一个剪辑的 当时是需要花一美元的 那么 如果大家想测自己的基因组 那像这样的成本 是绝对无法承受的 对吧 那么 各种研究和医量应用 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呢 因此呢 非常需要 就是 激光通量 降低成本 对任何技术而言 不仅仅是说 这个技术很好 它能够达到 它的这个科学的目标 同时 也需要兼顾 经济问题 那就是成本 所以 就有了 下一代测试技术 th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这个概念 那么呢 在现在 现在来讲 有所谓的 一代二代三代测试之分 大家应该现在也都很熟悉了 因为 现在这个年代呢 呃 即便是作为 广播生甚至来讲 你们在高中的时候 有可能已经听说过一些 这个 一代二代三代测试的事情 那么 照理怎么划分呢 我们从 就主要是从 病情度和PCR 这两个方面 一代测试 它的病情度是很低的 一般来讲 是 一次的测试 只能测定 400个 以下的序列 而二代三代的话 是要求 是 通量是很高 至少得上万 不上万的话 你都不好意思称 称你是 二代三代测试 然后呢 二代跟三代的 这个区别呢 就是 二代是需要PCR的 三代是不需要PCR的 直接测单分子 好 我们现在来 就来开始看一下 这个 二代测试的一个开端 二代测试的开端 实际上是在98年的时候 一款测试 叫做Pyrose sequencing 那么这个是 叫做 叫做 焦银酸测试 这么个东西 事实上 焦银酸测试 它是 它是一种 一代测试技术 98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二代测试 它也是 一个孔里面 只能测定一个区别 那么它的原理呢 与刚才我们说的 双Poia 中止法 有 是有不同的 这个 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第一步 它仍然是 就是 基于模板的合成 一边合成 一边进行测试 有个DNA 聚合酶在这个上面 每当合成进去 一个剪辑的时候 每当合成进去 一个剪辑的时候 这个 DNA链 延伸 一个 一个剪辑 然后丢出来 一个焦银酸集团 PPi 这个焦银酸集团 在两个酶的作用之下 会 发射出一个光来 发射出一个光信号 于是 我们用一个相机 就可以检测到 这里有个光信号出来 然后 我们每次 只给这个器器 加一种剪辑 ATG就换了一下 比方说 我们 第一个循环加G 检测到一个光信号 于是我就知道 这一位是G 应该说 是合成进去的 这个剪辑是G 第二位 我们加了C 进去 又有个光信号 所以我知道 下一位合成进去的是个C 第三个循环我加T 这个时候 我发现没有光信号出来 没有光信号出来 我就知道A 接下来不是T 是什么 我还暂时不知道 反正不是T 第四个循环我再加A 发现有光信号 然后 我就知道 接下来第一位是A 再 再循环下去啊 再加G 然后发现两倍的光信号出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合成了两个G进去 对吧 所以它会释放出两面PPI 然后释放出两倍的光信号出来 所以我知道 接下来两位是GG 然后 再 再一个循环 是加C 然后发生两倍的光信号 于是我就知道 接下来两位是CC 然后再再往下去 哎 加T 又是一倍的光信号 于是我就知道 接下来是T 好 所以 根据这个我就可以把这个序列读出来 G C A G G C C T 对吧 这样子 我就能够能够读出来 好 那么这样的一种 测序的方法啊 它比那个毛血管电用 有个什么好 有个什么好处啊 这个不需要跑焦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任何的跑焦都是个麻烦事 那个焦做的好不好 拧的好不好 会直接 直接影响到你最后的跑焦的结果 对吧 大家都跑过焦 就有这个切身的感受 那个焦要是没做好 拧的不好 哎 这个时候你跑出来的那个调带 就是模糊不清的 甚至七六八歪的 是吧 那这个不需要跑焦 所以呢 所以来讲的话 那个这个装置啊 是非常简单的 你就把一个 你就把一个孔 一个反应放到那个地方 放着就行了 然后上面有个相机 这样不停的找 就OK 好 那么这是一个看起来 非常简便的 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仪器啊 大概现在来说做起来就 就这么点大 而那个3730 XL呢 嗯 如果大家见过的话 大概有这么大 这么大 一个 一个 一个大 比较大的仪器啊 所以说 这玩意儿可以把这个装置 做的小型化 但是这个测序 这种测序仪 在当时 由于毛细管测序仪 已经是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 AB公司 他用了很多商业手段 啊 去打压 这个 这个新兴的 这种测序仪 这个商业手段 其实很简单 因为AB公司社 他做那个 3730 XL 这个测序仪 他才达气粗嘛 对吧 他就给回扣啊 给很多回扣 就很简单 大家不要以为回扣 只有中国有吧 国外的中国更多 他就用这个办法 就可以把这个 就把这种新兴的测序仪 给从市场上扼杀掉 但是呢 正是这种 在市场上 并不成功的 这种 焦冰酸测序仪 却奠定了 下一代测序仪的基础 那么在2005年 有一个公司叫454 他做出了第一个 世界上第一个 二代测序仪 叫做454测序仪 那么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样呢 基本原理是 把焦冰酸测序 大规模化 大规模并行化 所以最初的时候 二代测序呢 它并不叫做 这个2nd generation sequencing 或者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它叫做 massive parallel sequencing 就是大规模并行化测序 基本思想 就是我有个基因组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很 一个什么样的很大的一个 一个要测序的目标 然后呢 把这个DNA打成小片段 随机打成小片段 然后呢 加上 接上这个接头序列 接头也是一段 DNA序列 然后呢 由这个接头序列 我们都是知道 是啥东西 啊 然后呢 就丢进 丢进一管 做 这个 做一种 PCR 叫做emotion PCR 乳液PCR 因为呢 为什么要做乳液PCR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 把这个打出来 在成千上万的这种小片段 每一个小片段分别进行扩证 啊 你全丢到一起去 反应 那肯定不能是分别扩证 对不对 啊 所以他要用这个乳液的方法 来进行 风格 把这个PCR 把原来在一管里面的 这个PCR 变成很多很多 独立的反应单元 实际上 这种用乳液的方法 啊 进行 呃 进行这个 反应区间的风格 是一种常用的技术 常用的手段 那么 其原理是什么呢 大家把油跟水混起来的时候 摇一摇 就会发现 水 会分散在 假设有很多水很少的情况之下 会发现水 会变成一个个小的 这个颗粒 分散在这个油里面 啊 当然 一般的油 和一般的油里面 擦一点水 把它摇一摇 放在桌上 静置一会儿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个油 是特殊的油 没那么容易 让它分成的话 它就 它就可以在这个乳液状态 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好 那么这个是在显微镜下 看到的这个 这个 呃 上面 布满了一些影物 这个影物呢 是与这个 一端的Adapt 这个接头 是匹配的 所以说 把这个Adapt 和这个球混合之后 这个 这一个 这一段 Adapt 就会沾上去 对吧 就会沾上去 沾上去之后 这个时候开始做PCR 于是又开始合成 对吧 合成合成 然后继续合成 于是原来一个球表面 就只有一些 现在经过若干次PCR之后 这个球就变成了 这个样子 表面 就挂满了 一个球表面 就挂满了 全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代色分子 对吧 因为我们说 这个 这个 一个球 一个球只会在一个 单一的环境中 被PCR 那么 我们要控制好 这个分子的浓度的话 我们可以保证 一个球表面 只沾那么一个 代色序列 然后PCR完了之后 整个球表面 就带上了很多个 完全相同的 代色序列 对吧 这个操作呢 为什么把一个 副次生很多个 就为了正强信号 对不对 为了正强信号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测序了 用胶磷酸测序 这个方法来进行测序 那么 每一个球表面 都带有一个 代色分子 对不对 都带有代色分子 那么每一个球表面的代色分子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球 要分割开 怎么分割开呢 最简单的方法 我做一个 这个多空板 每个 每个洞里面 只掉一个球进去 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是电视显微信下 开设到的这个 这个多空板的这个表面 表面形容 每一个孔 我们要做好 那就是 只掉一个球进去 然后呢 再丢进去一些 小球 这些小球是什么呢 表面固定化 有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测序测序测序 那两种煤 就是把PPI 变成光的那个煤 放进去 然后就开始 准备好了之后 就开始 一种点击 一种点击 往里加 然后上面呢 就拿个相机不停地拍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真实拍下来的图像 当然是这个 构风板上面的一小块 我们可以看见 每一个孔 它就可能会发光 或者不发光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地方 发光意味什么 剪辑被加进去了 是吧 发光强的话 意味什么 连续加了好几个相同的剪辑进去 对吧 所以呢 就每一个循环 这样加下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你看 每一个循环加下去 它的这个强度 银光强度 每个孔的银光强度 就会被记录下来 这么顺着读过去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序列读出来 对吧 就把这个序列读出来 然后每个孔 就会出一个序列 对不对 所以说我这个板子 上面有多少个孔 我就可以一次测进 多少个序列 对不对 早期的454测序仪 它一个板子上面 会大概十万个孔 于是一次就可以测进 十万个序列 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文件 加上一个文件 对 很多很多很多 这是一个早期的454的 一个真实的一个测试 测试数据器 它是这个测单红杆军的这个基因组 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行组成 那么在大规模测序的这个领域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用封图来表示每个序列了 于是就是用了这个FASTA FASTA Q格式 FASTA Q格式跟我们之前所用的FASTA格式有点不一样 FASTA Q格式是四行代表一个序列 第一行是名称 第二行是序列 第三行是一个加号开始 这个没有所意义 第四行是每个剪辑的质量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好像这些字符是很奇怪的 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像这种好像看起来像乱码似的 这个每个字符是代表上面对应位置剪辑的测序质量 告诉大家这一位测定的好不好 有多靠谱 那么这个字符为什么看起来像乱码呢 因为它是有它的编码的 那么这个编码呢叫做FASTA Q格式 现在很多国内都喜欢把它叫做Q格式 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做FASTA score FASTA score是什么呢 实际上并不是在二代测序的时代提出来的 而是很早就有 它是为了评价测序管理是什么测序技术 你读出一个简辑的时候 你有可能测错 有可能测错 任何仪器它都是有可能出复杂的 那么我要评判 我读出这么一个简辑 我判断它是A 它实际上是不是A呢 评判它出错的可能性 这个公式是什么呢 我们就有一个出错的概率是P 然后-10倍的log是P 就等于这个Q 简单的来看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p 这个accuracy90% p是0.1的话 那么log是0.1就是-1 然后呢-1 乘以-10 就是等于10 好 如果是99%的这个智行度 那么就是Fresh scores 等于20 依次下来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实际来讲 如果以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一代测序 可以从一个风图来进行一个 来进行说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地方 像这种地方信号非常干净的 我们读取界 以及非常可信的地方 它的Fresh scores很高了 这个地方Fresh scores等于50 所以它几乎来讲 是-你看50是99.999%的这个确定度 说明这个地方读取非常可怕 但是呢-像这种地方 这个信号就-信号比会比较高 它有一些干扰在里面 所以它的这个质量就会比较低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 这一位A 我们可以看到 四种剪辑的这个信号都有 但是A呢-强-最强 所以这一位很可能是A 但是也有可能是别的剪辑 你由于测序的这个仪器的问题 它这个读取并没有那么可靠 这一位的Fresh scores是13 13 就像这样的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的话 如果你很追求 信号读取的准确呢 那么你就要看一下 你的这个测序质量里面 这个测序文件 这个质量里面 这一位的这个 这一位的 它的知性度怎么样 当然现在呢 有一些测序的厂商比较无聊 比较无良啊 它去做假 反正你不知道它怎么算出来了是吧 就欺负你们不愿意去深究 它是怎么算出来 于是它就做假了 明明这个质量不咋的 它偏说这个质量好 你也拿它没得 对吧 所以说那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的话 这个这个做假 都是从一公命来开始的 大概从12年左右的时候 一公命来开始做大方的做假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二代测序里面的这个 Fresh score 这个质量值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四五四测序里长啥样 这个是后期的一个四五四测序里 那么 如果大家去中山大学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 校室博物馆里面 还摆了一台这个东西 早就不能用了 就这个东西 但是这一台 看起来原厂后的这个机子 确实真的是打开了人类的这个 这个后金主时代的大方 这个机器 这是后期的机型 它的一个 都风板上面有一兆 就一百万个孔 然后呢 它的这个赌场 每个孔的赌场 都能够做到六百到一千个剪辑 理论上它是可以进行双端测序的 不过实际上 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标签来讲 是没有双端测序的 六十到一千个剪辑 所以基本上已经是追平了 这个一代社区 这个一代社区 然后呢 它的这个 精度也还不错啊 然后呢 这个机器 在2013年 停产 2013年 停产 目前来讲 大家是买不到 也用不到 也用不到这个机器了 但是它却真的说是开启了 这个 我们说二代社区的大部分 然后这个机器 当年做出来 05年的时候做出来 07年 就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那个 测了 Watson 这个人呢 就是Watson Creek 发现这个双端弦的 那两个人之一 Watson 这个人的个人基金组 就把它测了一遍 测了一遍 然后呢 那我们对比一下454的测序仪和 这个人类做人类基金组计划的时候 用了这个 毛细管测序仪 454测序仪 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花了150万美元 就把一个人的基金组给测了 这个远远比这个毛细管测序仪要长得多 所以说这个是大部分的平行测序 平行的测序 它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然后呢 454 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创业公司 它做出来之后 就很快被罗氏收购 这大公司呢 常常来讲 会把一些有潜力的 小的这种高科技公司给收购 然后呢 这个创始人就出来 然后又开了一家公司 然后他不能再做454测序仪内外 对不对 然后他就想 我们把这个原理稍微变一下 我又可以做一种测序仪出来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个 Ion Torrent 半导体测序仪 我们还是刚才这样的 还是 还是跟刚才的这个454测序仪很像 还是都空码里面 你放上这个 放上这个DNA聚合酶 然后让它开始合成 合成了之后 PPI 释放出来之后 用一个什么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氢离子 这个化学上面还是做得到的 那么 接下来 你释放了氢离子之后 意味着什么 PH值会发出改变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能够检测到这个PH值的改变 我是不是就能够知道它 这个合成基础没有 对吧 测PH值怎么测啊 大家分析化学学过的 对吧 然后还原点位 对不对 大家那个PHG用过吧 都用过吧 就那原理 我们把它做的小小小小小小小 用这个 咱们不是可以做芯片吗 对不对 大家这个电脑手机里面的芯片 不都是那个集成 集成电路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这个电极做的很小 电极做的很小 就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造功力 现在台积电都可以做7纳米了 是吧 应该有人去买了最新的iPhone XS是吧 那些的7纳米的芯片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路做的很小很小 没有问题 所以的话就是一个 这样一个芯片上面 这样一个芯片上面 会可以集成很多很多个 这种小孔 每个小孔里面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小的PHG 就行了 所有的原理都跟刚才是一样的 于是他就又搞了公司 然后就是做这个测试仪 Ion Hort 这个测试仪 然后他就换不同的片子 那个不同的片子上面 它那个孔的数量不一样 孔的数量不一样 于是可以达到不同的通量 然后呢 目前的最新型号是Ion S5 它一次呢最多可以测一个百分之上是165兆 也就是1.65亿个孔 独藏是2.600个剪辑 然后这是我们实验室装备的Ion S5 在那个第二名楼的906 大家也可以去 大家也可以去看观 好 反正就是这 这人也是挺神的 反正就是 搞了个454出来 然后被收购了之后自己又搞了一个 东西出来 现在 现在又被 现在是被LIFE收购了 然后LIFE被THERMO收购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Illumina这个测序仪 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 它 它 它是一个 06年的时候 由一个 这个 也是一个英国的小创业公司 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英国这个国家还是 在创新方面还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很多的这种 这个世界级的这种创新的idea 都是从他们那出来的 这个小公司叫Solexa 它开发了一种新的测序技术 那基本的原理呢 打断DNA连接头这一步还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它做了一个板子 这个板子表面呢 密布着很多的这种 与两端 可以粘的这种 这种影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带测分阻上去之后 粘上去之后 就它的另外一端 是会与临近的这个 这个影物会粘起来 对不对 粘起来 然后进行PCR 进行PCR 这个步 这个步骤是叫做 被称为桥式PCR 因为像一个桥一样 在这地方 批来批去的 于是呢 最初一个分子 落上去 批完了之后 就变成了一处 一模一样的分子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好处是什么呀 这个好处是它不用乳液PCR了 在一个板子上就 就这样PCR就完了 好 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 往上加 也是一边合成一边测去 往上加点击 那么这个时候它加了点击呢 因为这个 这个不用发光啊 对吧 这个不用发光 所以我们加上是带荧光标记的简机 那么这个简机呢 末端还带一个封闭的 封闭的一个集团 所以说每一个循环 只能加一个简机上去 好 那因为是荧光标记 我们就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荧光标记 对吧 于是我一次 每一个循环里面 我把四种简机 啪一次都丢进去都没有问题 合成上去之后 哎 照个像 照个像我就可以看到光点 对不对 这个是实际的照片啊 这个是实际的照片 那么对于每一个位置 每一次 就每一个循环 我们都可以照一个 照一个图像出来 对不对 照个像出来之后 它是什么颜色 我就知道 这下一个是啥东西 于是 就是上面和下面这个 我们看啊 这个根据这个颜色 我们就可以读出来 它的这个序列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个主流的这个 嗯 激情呢是 HiSIC 一路面的公司 后来一路面公司 在07年的时候 把Selexa收了 那么一路面公司 在那个时候 差点倒闭 然后他 他就说服投资者 说 你给我 你再给我一笔钱嘛 我用这笔钱 去把Selexa收了 投资者呢 想了想好吧 反正你倒了我的 投资也是打水漂了 我还不如多给你钱 你把那个公司收了 可能还会有点好 于是就给了他一笔钱 把Selexa收了 把Selexa收了 你看现在呢 有力了 对吧 这个股票涨 涨了大概几千倍 比那个时候 好 现在呢 它的主流机型 还是一个三千四千 四千的话 就是同时可以 跑两个天子 那么它的一次 一次的最大通量设 3.4G reads 就是34亿个 reads 就是34亿一条序列 每一条序列的最长 可以测到150个剪辑乘2 它是可以双端测取的 一个代测片段可以从两边测 那它的这个冰冰时间是2到7天 然后呢 它这个测取仪呢卖得很好 后来呢就开始卖炮装 10台测取仪一起卖 然后呢 最近呢 为了提高速度 它因为它RUN一次要7天嘛 所以就为了提高速度 把这个速度时间压到3天 它又推出了NOVASIC6000 它这一台相当于原来 这样的一台 然后所以的话 这是测取工厂都这么干的 是吧 你买很多台测取仪 要一起来测 总而言之呢 无论是哪种测取仪 它其实通量还是蛮高的 尤其是像这种 HiSIC和这个 AndTorrent 这个东西 通量还是蛮高的 这个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们可以看 两个flow cell 6.8G 的rease乘以150 150还是双端的 所以实际上是 每个区别是300个剪辑 300个剪辑 300个剪辑乘以37 嗯 两个梯吧 两个梯吧 两个梯的这个数据 出来 那么相当于一个人的基因组的 将近1000倍了 600多倍 所以说一台机器 在一次的run 就可以测进很多个人的基因组了 那么三代测序 我们刚才说了 二代测序 都是需要用PCR进行放大 三代测序呢 它是单分子测序 不需要放大 三代测序最开始 所以Henicos这个公司 才从04年开始连排到 08年开始真正的出产 一个社区域 它的这个基本原理呢 最基本原理 跟这个 Iluvina很像 它也是在一个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上面 嗯 我们把这个DNA打断 然后在每一段 这个DNA后面加一个 加一个破例A 然后 嗯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固定很多 破例T的这个顶路 于是A和T就可以 粘起来对吧 然后开始合成 然后开始合成 由于单分子测序 一次只能合成一个分子上去 对不对 这个荧光信号就非常的弱了 这个时候 你再想用四色荧光去搞 就不太现实了 所以说一次只能搞单色的 一次只能用单色荧光 比如说 一次只能加一种点击上去 然后拍照片 这个是 这个是实际的照片 实际的照片 然后呢 反正一次一个简辑 一次一个简辑 这样子 上去 然后也是通过对图像的这个分析 我们你看 在哪个循环上面 嗯 这一点有光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这个上面是 有这个 有这个简辑合成进去了 于是也是可以读出这个序列来 好 这个在08年的时候 他们做出的HELICOS 这个测序仪 当时 Illumina测序仪 还很弱的时候 当时还只有说 一次测序才几百万个 就几兆到十兆Riz的时候 这个玩意儿 就可以达到1G Riz 很恐怖的 一个数量 一个数量 不长的 挺短的 35个简辑 早期情况只有25个简辑 它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INDAO率相当高 4.5% 就这个INDAO率这么高 就这一个问题 深深的把这个公司给拖死了 因为当时没有很好的一个算法 那现在有了 我们当时开发我们开发了一个很好的算法 我们后面会讲 那在当时这个 这是净乎无解的一个错误率 没有办法就很好了 很快速的进行一个比对 所以呢 那这一台测序仪在全世界据说 准备出了16台 然后这个公司就倒闭了 2011年就倒闭了 当然了现在这个公司 这个又黄昏了 在中国又黄昏了 就是这个深圳有一家公司 叫汉海基 他们做的测序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Telicos 这帮人嘛 又在中国 又重新搞 第二种三代测序技术 是Pepfile的这个SMRT测序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也是多风板 然后呢 在每个多风板里面 底部固定一个DNA去后酶 然后丢进去一个带测的这个DNA序仪 然后这个DNA去后酶就在这里 合成合成对不对 但合成一个简机进去 这也是云光标记的 底下有一束激光 就去检测 你这个地方 合成进去什么简机 那这个必须要什么呢 必须要有一个能力 就是这个光只能照亮这一块 这个激发光只能照亮这一块 不能照亮上面的 因为这个溶液里面全是 你加进去的这个各种 带荧光剪辑啊 这一照上去的不是 狂亮了是不是啊 你就啥都看不到了 那怎么做呢 就跟大家的这个微波炉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大家看到这个微波炉 你可以看到有多红板 这个微波没有从孔里泄了出来呢 想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不能出来 这个高中都学过 波了是吧 波有波长对不对 当你的障碍物的这个孔 障碍物的这个 呃 直径和你的 和你的光的波长 差不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会发生 眼射 对不对 要是这个障碍物再小 这个孔径再小的 就出不来了 就出不来了是吧 这个高中都做过的实验吧 但是它并不是完全出不来 它会在这个孔径周围 以孔径为直径的 差不多这个范围之内 它还是能出来一点点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 让一个什么 一个长波的一个 一个波 出去这么一小点范围 出去的范围是 我这个孔径的大小 大概 那么我的一个DNA polymerase 顶多也就几个纳米 是吧 几个纳米 我想要在 只照亮这么小一个范围 很简单 我就把 这个孔 做到几个纳米 是一个纳米 就行了 在底下打一个光上去 它就只能照亮这一小块 不能照亮其他的地方 关于这个 呃 微波炉的这个事啊 大家可以回去做 自己做一个实验 看是不是说 从那个孔 表面一点点 可以偷一点微波出来 我以前是真干过这事的啊 拿一块 拿个土豆 切个土豆片 很薄很薄的土豆片 贴在那个门上 然后开始 这个 开微波 然后过一会儿 你拿那个土豆片下 你会发现 那个土豆片是热的 这说明什么 微波真的从那个小空门出来了 而且出来就那么一点点 那么这个 呃 PackBio的这个 SMRT的这个测试仪 呃 以前是很大的 啊 现在稍微小了一点 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呢 它的 它即便是最新的信号 一次也只能有1兆REIT 但是它的独长特别长 可以到5到30倍 也就是说可以超越 一代测序 但是它的这个 错误率很高啊 13 OK 那么这个 呃 我们现在先 下个休息一下